台北市大安區龍森里烏克麗麗班一手好心情 道出週末鄰里好友齊聚慶端午節的歡樂情緒 龍森里在龍森公園舉辦端午節活動 有精彩節目表演 紀念品免費送 修容美容服務 慰勞長輩的按摩服務 還有各式小吃美食 有吃又玩 敦情慕麗 因為我們是里長的好朋友 省份里長好朋友 辦這個活動想說跟鄉親互動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客家人 所以說看這邊很熱鬧 很高興 美食 有音樂 還有看舞蹈 我就覺得跟里面互動很好 他里長做得很成功 到這個節氣是我們民間很重要的一年三大節日之一 可以回味一下我們民俗 一方面省里長服務多年 我們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活動我們常常都參加 有聯絡大家的感情 非常舒服 這我是意料之外有這個活動 這邊會開課 這邊 禮拜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以後他會開課 免費的課程 我覺得這很好 尤其我們上年紀的人很需要這個活動 豐富的活動有賴離帳的好人員 不少單位與貴賓共襄盛舉 在端午節前夕 熱鬧還慶 今天是我們大安區龍森里 一百一十二年度的端午佳節的活動 我們龍森里每年都端午節跟中秋節都有辦 每年半都是下大雨 我想今天應該會下大雨 但是還好到目前都是天晴 我們這次主要我們有準備了一些吃的玩的 以及各單位來一起配合 包括我們有永慶房屋提供了三十幾頂的帳篷 以及有小孩子玩彈珠 釣金魚 還有爆米花 以及我們禮本身也有準備了牛飯 仙草 米苔木 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也幫我們提供了客家麻糬 還有我們大概有二三十個單位 一起來辦這個活動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 大安分局 偵查隊 他們也全體出動 還有環保局做了資源回收 我們也感謝環保局 吳勝中局長 台北市客委會 徐世勳主委 以及大安健康活動中心 等等很多長官來立臨幫我們加持 所以我們也希望今天的這個活動 能夠給李明帶來一個快樂 歡喜的端午佳節 沒有看到這麼熱鬧的這個場合了 那李長每年以前都會辦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終於復辦了 那博弈在這邊還是要感謝 李長 會長 還有我們所有 朋友對博弈的照顧 在這邊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等吳家節不只平安 包眾 包眾幸福 包眾快樂 包眾健康 天天愉快 好不好 但是感謝大家也祝福 會長 你辛苦了 那志強過去當過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所以對於中央的政策很熟悉 那我也是當然去在地的台北市議員 以前也跟我們里長 還有跟我們像現營議員 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為大家來拼市政 所以國政市政 志強都有經驗 那如果覺得需要個專業的立法委員 就拜託大家支持羅志強 那我們在這個端午佳節 那也謝謝我們里長一路走來 都為我們榮森里付出奉獻 我進到中央一定跟我們的地方 包括現營還有很多的一些 我們議會的好朋友們 然後一起跟我們的鳳雲里長 來建設榮森里 還有呢 大家最近的詐騙的議題 也非常的猖獗 所以我們一直在各個里 也是在宣導 那麼預防詐騙 還有各個里的小朋友的手機問題 所以我在教育委員會 也一直在推動這個 那麼現營比較關心教育 也關心大家的家庭 希望呢 未來大家有什麼樣禮商的事情 不管是家庭啊 教育啊 或者是建設的 都不要客氣 我是台北市議員曾憲穎 借這個機會祝福大家 端午節 身體健康全家何樂 如果有度過這個建國高架 跟我們和平東教材口那邊 可以看到那個隔音牆 上面已經裝了太陽能板 各位看到那個太陽能板 各位以為是很笨重的動向 其實現在太陽能板 都已經可以變成這麼柔軟的太陽能板 所以不只可以裝在屋頂 還可以在牆壁什麼 哪個地方 有地方就可以放就可以發電 那現在環保局啊 有邊一億的經費 要補助大家 去做太陽這個創能 儲能跟節能 這個住宅最高 可以得到一兩百萬的補助 那社區可以到六百萬 所以的話希望大家能夠這樣子 那以後就不要怕說 大家都停電 結果我們家就不會停 那這次工商服務的話 來拜託給大家能夠支持 那也期待我們里長 來率領大家 再往這個淨寧排放 2050淨寧排放 沈里長用心準備節目 吸引許多民眾 扶老稀幼都來參與 趁著端午假節 將歡樂時光殆盡 每個人生活回憶中 各位鄉親 各位黎明 大家團午節 中午節 快樂 記者汶俊 台北報導 現在 手錶 交給你 豈有 報告 報告